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阿红频道了 那么既然冲出宾城来到SB这个地方拍摄呢 我们就不得不找一下当地的地头蛇给我们推荐一下 到底在SB有什么隐藏版的美食 只有当地人知道 外拨人游客全部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就有幸请到SB小王子 也是SB仅存的最后一个处男来给我们推荐 欢迎我们的Jimmy哥 来来来来 OK 等我处男的不是处男的 OK Jimmy哥 OK 来 你是当地人吗 在这里生活 我来讲久 究竟有什么美食啊 是你们当地人知道不了的 外拨游客不知道的 真的是有 有 上一集的时候我看到你一个video说 有一个白斩鸡 对 那个桃园的 对 它的鸡肉比较硬嘛 对吗 很柴 这一次我介绍你的 又是刺鸡啊 对了 这一次它是冰镇的白斩鸡 冰镇的白斩鸡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什么 从鸡腿到鸡身 全部都是滑滑嫩嫩 鸡胸肉也不柴啦 对 继续也不柴 带你们去吃 这个就是 buck shit shit 阿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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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么 你收拨了 你带我去 OK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有点变态的 哈哈哈 哇 这里是什么地方 OK 这里呢就是 River Fun 是 SP 现在是目前很多年轻人喜欢来的地方 哦 因为这里有很多那些设置 或者是酒吧 Restaurant 酒店 然后有一些法马西 就是应有 尽有 又有戏院 哦 所以这里是比较集中很多年轻人喜欢来的地方 那现在呢 我要带你去吃一个白斩鸡的地方呢 就是后面这边的 后面那边 啊 这个 咖啡店 走 Let's go 官娘 两个人吃的鸡尾跟鸡腿 跟鸡胸 两个人吃的鸡尾跟鸡胸 啊 鸡尾一分 鸡胸一分 这就是 SP 当地人才知道的这个白家 冰镇 白斩鸡 果然是冰镇的 嗯 它的鸡啊 它煮熟了 它就放在冰里面 镇住它 让它的粥回弹心 然后呢 你要order的时候 它才拿出来 然后慢慢拿那个汤铃给它收 看样子 我跟你讲 我看它的骨头 我看它的麦相 这个肯定是好吃的 一定好吃 它的鸡肥开始 就是要这种啊 你看它的粥里面还带一点红红 肉熟 骨不熟 啊 就是要这种感觉 来 不是 普通的好啊 可以 它不败 Q汤Q汤 它是鸡皮的口感啊 有点蒟蒻的感觉 软中大一点点 好像我们吃鸡鸟啊 这样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这个 赢了 虽然它是农家的鸡 它的鸡味并不是说很重 但是啊 它的肉感 它的质感 它的肉品 赢了 肉感一流 我很少吃到这么滑的 鸡胸肉 你腿肉滑啊 不重要 就像鸡胸肉它可以做到滑 不踩的话 这个就是厉害 对 鸡胸肉 赢了 跟我们那边去吃的 天真地啊 这个人 鸡胸肉可以做到Q弹 有弹性 哇 不简单 嗯 饭酥一点 不够香 饭 嗯 酥一点 嗯 少了那个蒜头啊 那些 对对对对 鸡油的香气 不过整体我跟你讲 这个鸡是很推荐 一个叉子你度一下是你感觉那个鸡皮 完全是不一样 好像你在度这不丁加力一样 好 谢谢 软软 软软QQ 嗯 所以这一趟来就是没有遗憾 真的有时候我们这个好的美食 完全全就在于那个细节 好 怎么了 红哥 刚才帮你尖叫鸡好没放开 鸡皮爽肉滑 吃过翻沉没放开完又想放开 真的不错 这叫做粗面的感觉 粗面不粗面我都不知道了 不过我是觉得它的中分和辣椒 质在夹底的话我会计一些品质更够 对对对对对 整个威人虫 对对对 所以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 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然后喜欢这种单身老促男的 就给多多赞 改天我再请他上来节目了 OK啦